黄皮子 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起来不像好话 你听到了 方才听掌门 大声喊了那句话 黄皮子 是说天师门 都是陈年旧事了 明树门同天师门 差不多同时开山创派 两派的祖师爷 也曾十分一己相同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令两派视同水火 总而言之 爷爷十分讨厌天师门 但是我并没有这种芥笛 先祖门的事 同现在没有关系 我会知道 不可以 我还会有什么事 因此 还会有什么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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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侠派内请勿告通了吗 见过真人 多谢两位特地前来 仙侠派弟子日前在附近寻世时 发现凶兽华流藏身在花乌崖深处 花乌崖位于附近的青烟村 几年前被华流焚毁后 已成废墟 如今妖物盘踞 此行颇为凶险 仙侠派会全力协助两位 不需要 真人 他的意思是 去剿灭凶兽的成员在京不在多 既然如此 那人莫晴随你们去 他对青烟村比较熟悉 是 真人 事不一切小心 事不一切小心 花乌鸦以前啊 师姐师姐 我偶然间得到一张糖宝图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古卫桥和百味香 当年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场真不错 各种武器和防具应有尽影 请随意挑选 还需要别的吗 各种武器和防具应有尽影 请随意挑选 要修整武器 可以找我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要修整武器 可以找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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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 真人方才没有提到 鲁龙军营阵法之事 是还无同事吗 嗯 仙侠派对于各种阵法 颇有研究 哦 按说金库应有记载才是 小晴 我等你好久了 你们是要去哪儿啊 我们要去青烟村 阿游 你要跟着我们去吗 要的要的要的 月姑娘 那个青烟村 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那儿我比小晴更熟 这次我带路 好吧 哎 这下怎么又能一起上路了 干嘛这么身份 月姑娘是小晴的好朋友 你又是月姑娘师弟 冲着我和小晴的关系 你就是我亲兄弟啊 是吧 修兄弟 修兄弟 我桑友想做的事 可没有做不到 今天 作为兄弟的证明 就让我们亲热的高肩大肺吧 秦妹 我发现了一个线索 不知是否有帮助 我们在鲁龙军营地 见到的那个黑袍人 很可能是天使门的梦章掌门 什么 所以 那个阵法 天使门会是一条重要线索 嗯 明白了 等回来后 我把天使门的相关记录都翻出来 嗯 月姐姐刚才见到师父的时候 为什么没说这个啊 你是不是在想 我刚才为何没说这件事 嗯 梦章毕竟是先盟盟主 若真有证据能证明他是黑袍人 再告诉真人也不迟 嗯 我明白了 如果真的是他 我立刻告知师父 好 我就不信了 我今天碰不到你 别闹了 出发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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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晴 你还记得吗 我们第一次相遇时 是因为有凶兽闯进村子了 当然记得 回乡起来还心有余悸 要不是靠里的同主 拖到师父师姐们及时赶到 我们都要葬身于此了 阿游原来也曾是一名少年英雄 神掌门也是这么说的 那为何仙霞派对你设金灵 这个嘛 后来神掌门和仙霞派的师姐们 对我有一些误会 可能是我越长越帅气 掌门怕仙霞派的师姐师妹们看到我 会 会怎样 我开玩笑呢 不要当真 好 那会不会解响 我把衣服打 我 baby 回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鸟鸟 我猜这可能就是青岩村之名的由来吧 师姐们还会定期来村里给大家一枕 就是这里 可惜了 当初还没踏实住几天呢 就被凶兽给毁了 倒是很少听你提起以前啊 阿游她以前啊和现在不一样 以前她总板着脸 刚看到她的时候 我还有些害怕呢 有吗 我那时候人生地不熟的 如果不凶一点被欺负了怎么办 我记得这里应该有一个 fairτό 这島要惯 挺大的吧 带着不太方便 我离开的时候就放这了 不过幸好没带走 比起我随身带的 用它做解毒药更快 做解毒药 前面就是迷幻花海了 那里有大片迷花 迷花的毒性虽然不伤人性命 只会让人浑身无力 但那种状态下 要 我以前常在这里采药 对这一代非常熟悉 知道有一种草药 可以抵御花毒 抢上 抢上 上 确提轻雷 你们不熟悉地形 也不认识药草 修无兄弟 你留在这儿 照顾两个女孩子 好 好 啊 啊 好 好 多谢 秀武兄弟 你又救了我一次 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阿姚 没事 没事 幸好草药没掉 解药有着落了 不过兄弟 下魂 能不能别拽我领子 我总有种 又被大金刚 我 装饰姐甩出去的错诀 你 你拽我手就行 手不能随便请 他记住了 就是用的地方 好像不太对 算了 下魂还是拽领子吧 别乱说了 什么下魂啊 再有下魂 秀大哥可不一定能及时救你了 我手臂划破了 这次算万幸 已经伤到了皮肉 真神了 小晴 你还有学医的天赋啊 你治疗 我这一点都不疼了 你用手伤也有道口子 就是划出了一道小伤痕 没事 没事 过一会儿 自己就能愈合了 不用管他 你真是 好了就快赶路吧 嗯 你敢动 快自大人 没问题 嘩 还回来 嫣 愣 快 回来 快 你知道吗 是 几位少侠 奴家有一事相求 我倒是看走眼了 原来是上神将领 上神明鉴 奴家乃是采蝶一族 我们一族天生雷若 又以花粉为食 多年前 族人们发现了这片迷幻花海 这里的迷幻花 有让生灵麻痹脱力的效果 然而我族天赋异禀 不受此花影响 只是 之前一只可怕的凶兽 突然闯入这里 一时间 居住在这附近的精怪们 都害怕离开了 唯有我们一族 实在是迷恋这里的 芈花花粉 不愿就这么离去 于是 便推至这花海边缘 但也不敢再深入其中 方才感受到 上神的强大灵力 奴家才现身求助 若是上神 能够将那凶兽除去 奴家自然感激不尽 好 你这边 在这里 你这边 这边 你这边 我看你 这边 不愿意 不愿意 你这边 不愿意 我来带你 师弟你 师弟你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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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师姐似乎很容易烫到舌头 下次提醒来一下吧 熊兄弟 岳姑娘刚才吃包子 是不是又烫着了 不与你相干 这也能喝到醋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这里 我有印象了 那次阿游来采药 一直被凶手灼伤的村民 我放心不下 一路跟过来 结果发现我被一群妖怪围攻 白女侠仗目出手 刷刷几道符 就打跑了妖怪 哪有女神的妹 我和小晴就是这样 互相就来就来 还熟起来呢 嗨 咦 咦 咦 啊 我们见语 做得很好 黄师兵 这是 这应该是凶兽经过这里 所留下的火灵残影 我们再找找还有没有其他痕迹吧 对了 小婿 我们 谢谢 这是我 蛤 你们变大了 我说这几年花 我们的情况多了好多雾气 但是这些花妖在里面 它好像是凶兽 用花蕾的黄金过去 哼 竟然是认了凶兽当老大 凶兽的吼声 花蕾一定就在这附近 雾气好大 看不清方向 我们循着声 是不是竟然找到它了 并是可惜 不过吼声时有失误 仅凭这的还不够 刘虚多有火力疼你 我可以看你了 往上 这些人不是真可怕吗 这些人是真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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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是真可怕的 看不出了 这里 Bloody 咳 剑刀化生光 快车 多好 生死 님�ancia 够 这是 謹慕 竟還有月姐姐和修大哥在 情媚配合的也很好 忍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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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уп 谢谢 谢谢 大哥 快 yen 哼声 是滑流的 听起来好危险 我们离凶兽越来越近了 都打起精神来 师姐 等一下 怎么了 你们没有与凶兽正面交战的经验 我将赵神之术交给你们 以防万一 他研究赵神之术 是想要帮助我们吧 好 你多费心了 赵神之术啊 这个厉害了 谢了 兄弟 多谢修大哥 多谢 多谢 儿童速速离开 且慢 他似乎还有一丝理智 不像一般凶手 八流 你越狱潜逃草菅人命 可知罪大恶极 无奈神兽 岂会如此 妄造罪 戏曲生性凶悍 但甚少主动伤人 华陵更是天性温和 此二者 虽皆是天狱囚 但罪名不重 为何会越狱后性情大变 如因获罪 而被禁于天狱之中毁荒 恍惚剑 似是有一位强大的神族杰玉 诸多囚徒脱逃追随而去 焰玉一度混乱 那时 无无力动弹 狂行七夜将戒满 然而 不再有记忆后 你并没跟随魁羽逃走 然也 无神志失控 所经之处 焚毁了许多村镇 之后流落着此地 芈花 可助无脱力 至少 不再处取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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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直到 我 我 我 mi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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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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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敦请剑神 敦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敦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敦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 他是清醒了吗 可怎么还在攻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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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速将近场图 迷迷危机苍生 可他刚刚还 是 干吗 几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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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你弄啊 多 血 凶兽之事 怕是另有隐情 我们 将他葬了吧 你们退后 走吧 林相 这里的弥花毒性 连凶兽都能治住 我想多采一些回去研究研究 好 这天应该到了 我们走吧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看 没想到上神不仅容貌英俊 还如此骁勇善战呢 如此一来 我们一族又可以继续 在这迷幻花海中继续上 只可惜 上神异形人若离开 除了同族 奴家就再无伴了 先受 可否再说详细一些 那小家伙身体滚圆滚圆的 可爱得很呐 对了 他胸口还有一颗挺漂亮的珠子 那小家伙每逢此地毒果成熟时候 便会飞到这里来吃那些毒果 专吃毒果的仙兽 似乎在名授门的典籍中见到过 月姐姐 日后若是有时间 我们便过来看看吧 能够碰到仙兽也说不定 ? 就别过来说 这个任务 他在这些儿子里有什么 对 但也不对 我们也有什么 有趣想要 也不得 师弟你 师弟你 师弟这道理我们来变个明白啊 师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上辈子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 怎么命这么不好 人族不会干涉凡人的命数 谢谢你提醒我天生倒霉 感谢诸位愿意出手 为人间储蓄遗憾 秦媒 上次你说弄丢了香囊 正好我看村子的铺子里面会合适的 这么一样 叶姐姐你还一直记着 好漂亮 等等 怎么又被她抢先一步 我知道 那个香囊一定对你位于非凡 我不知该怎么宽慕 那个不是我娘秀给我的 我从小就待在身边 后来当了仙侠派 那就是我的 喂 喂喂 不对劲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士兵在这里啊 什么 糟了 各位 不可再踏进一步 仙侠派为女秀门派 谢绝男子到访 否则 我仙侠派将视各位为闯派恶徒 不会再客气 我们可以不入山门 但你们必须立刻将都督府 白家千金勾送出来 都督府白家千金 师父所说的弟子 皆为不苦无依之恩 哪有什么千金小姐 师姐 你们 别动手 这是什么人 快滚 蠢货 一边去 女大事八变 那天竟然一时没有人出来 二哥 好 跟二哥回家吧 你离家这些年来音讯全无 你离家这些年来音讯全无 家里人都非常担心你 家里人都非常担心你 日日夜夜盼着你回去团圆哪 日日夜夜盼着你回去团圆哪 秦妹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管你是什么人 都不能强迫她 持相点闪一边去 若不是因为你们是小妹的朋友 就凭你们在卢龙军营地的所作所为 就能让你们抄家灭族 好大的官位 可惜这里不是卢龙府 我也不是怕事的 仙霞派乃修仙清静之地 和官兵素来互不干涉 请回 笑话 这是我白家家务时 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 是 仙霞派乃清修之地 还请勿养煽动刀剑 师父 你们几个先退下 这里我来处理 鱼侠真人 久仰大名 本将是来接舍妹白莫勤回家的 寻亲乃人之常情 但仙霞派 亦有自己的规矩 什么规矩 二爷我 二哥 师父 弟子对不起您 弟子并非存心想要隐瞒 只是当时年幼 又遭变苦 心神慌乱这才撒谎 师父 突然知错了 其实这些年来 为师多少察觉到你 似乎在隐瞒什么 只是仙霞弟子大多过往凄凉 为师不愿再触及你们内心深处 那些痛苦的回忆 故从不会多问 如今您已长大成人 无论何去何从 为师都会尊重你的选择 师父只希望 你能够勇敢地直面过去 莫要再选择逃避 晓晴 你赶紧说啊 你不想回去 对不对 师父 这些年来的收业解惑之恩 徒弟日后 必定放大 什么意思 你真的要走 为什么 让你们担心了 可是 有些事 我必须去面对 就让晓晴这么走吗 他这一去 说不定就再难回来了呀 他拿二哥在掌门面前客客气气的 回家后呢 还有 白家那种蛮横态度 万一晓晴回去后被关起来 他 他们毕竟是亲人 应该不至于太过分的 师父有要事和三味相商 已在大殿等候 小师妹 还会回来吗 周梁 录音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